Hello,大家好,我是小华将 我们今天聊的是红豆山 这颗红豆山呢,在家里呢 我已经养了两年多了,将近三年了 长得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今年没怎么管理 叶片呢,有些发黄 好多朋友呢,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养的红豆山养一段时间 叶片容易发黄,容易拖叶 甚至会出现死亡 造成这种原因呢,是怎样造成的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红豆山的实性 红豆山呢,属于 喜欢湿润的土壤 半阴的环境 好多朋友说呀,红豆山属于阴生植物 是非常耐阴的 其实呢,它的幼苗 三年以下的幼苗呢,是可以长期在阴凉的地方生长 但是呢,三年以上的苗呢 如果长期在阴凉的地方生长呢 很容易导致它发育不良 甚至呢,出现作业狂野的现象 平时的养护呢,我们则要把它放到反光底下 但也要避免太阳直射 红豆山的生长旺季呢,是在春秋两季 这两个季节呢,它生长的是非常迅速的 我们要及时地平衡它所需要的肥料 我们可以两周对它试一次有息肥或者是液体肥 如果你特别想养红豆山的话 但是又不会养的话,我推荐你养曼地亚红豆山 曼地亚红豆山呢,是由欧洲红豆山和东北红豆山拔椒的 它的适应能力呢,是非常强的 也比较适合养手养育 下期呢,我们将教你如何的使红豆山挂豆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下方关注 我是小花家,拜拜